今天還要跟你們分享的是回饋超高的导購平台 在消費的時候最高可以享有50%的回饋 除此之外你只要下載 App 並且開通就可以在額外獲得50點的點數紅包喔 哈囉 尋尼 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是Line購物的詳盡攻略 最近Line購物出了一個獨立的 App 推出 App 之後他就有一系列的活動 你只要下載 App 不需要花錢就可以在額外獲得點數 而且你在活動期間的消費還可以更大化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很多省錢的方法 像是要比價或者是利用导購平台讓自己的回饋提升 那我現在要網購的第一件事情絕對都是先找导購平台 因為导購平台可以讓你在購買商品的時候額外再獲得一些回饋 那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导購平台是Line購物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聽過Line購物甚至你可能都還有使用過 那Line購物的優點就是你不需要額外再把它提領出來 那他省核的時間相對來說也會比較快一些些 之前Line購物你都必須從Line裡面去連結 但是最近他出了一個獨立的 App 也因為新的App的推出 所以他在8月11號之前都有推出很多不一樣的活動 那首先第一個活動就是他在8月11號之前 每天都會推出一款樂銷商品 那你只要購買到這個樂銷商品就可以想要50%的回饋 那這50%的回饋就是你今天已經購買到樂銷商品之後 經過7天的建賞期之後他就會回饋給你50%的點數 我個人覺得還蠻不錯 如果說你最近有看到你剛好需要的樂銷商品的話 二話不說直接買就對了 接下來第二個活動就是他在8月11號之前 每週二三四 早上11點到12點59分都有一個領紅包的活動 他的紅包裡面包含了50 688 1688的點數紅包 那除了可以抽到紅包之外 你也有可能會抽到商場的優惠券 這個點數紅包他就有點類似回饋券 他不限任何的品牌或者是店家 你只要透過LINE購物完成訂單的消費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LINE POINT的回饋 那點數紅包都是有使用期限 所以如果說你就領到點數紅包的話 要記得去注意一下他的使用期限到什麼時候 才不會之後到期你沒有用到就會變得非常的可惜喔 那我個人覺得點數紅包最好的一點就是 他是沒有限制任何的訂單金額 就算你今天購買的訂單金額 小於點數紅包的金額 在完成購物之後 他一樣是可以回饋給你的 但是這邊有一點要注意的是每筆消費都只能使用一個點數紅包喔 如果說你今天有透過連結申辦LINE購物的話 你今天只要開通LINE護照的話 就可以直接獲得50點的點數紅包 那這個50點的點數紅包使用的期限是到今年的8月31號 而這個點數紅包就像我剛剛前面跟大家提過 他是不限任何的金額也沒有任何的門檻限制 接下來LINE護照的第二個活動已經已經在8月11號之前 可以透過LINE POINT參加點數的兌換 你今天可以利用一點的LINE POINT去參加一次的抽獎 那這個抽獎最低的獎項就是一點的LINE POINT 而最高的獎項則是3000點的LINE POINT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你有參加這個抽獎的話 是幾乎不會虧本的喔 那有一點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如果說你今天是想要參加這個點數兌換活動 他所需要用到的點數是真實的LINE POINT 如果說你是利用點數紅包的話 就沒有辦法參加這一次的活動 那我相信上面跟大家講的那麼多回饋之後 大家可能會有一點點的眼花撩亂 那我這邊就實際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透過LINE購物的話 可以省下多少錢吧 舉例來說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在家樂福上面購物的話 今天呢是可以想要5%的LINE POINT回饋 意思就是說你今天只要在家樂福上面購物結帳之後 都可以再額外想要5%的LINE POINT 那我這邊會推薦大家幾個COMBO季 首先第一個 如果說你今天沒有信用卡的話 你可以透過LINE PAY MONEY LINE PAY MONEY在9月30號之前 在家樂福的線上購物都可以想要5%的回饋 但是呢如果說你今天是在17號消費的話 則是可以想要17%的回饋喔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是在17號 並且透過LINE購物在家樂福消費的話呢 你最高是可以想要22%的回饋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購買1000塊的東西 你就可以省下220元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利用信用卡購買的話 我這邊會推薦你可以使用華南i網購生活卡 你只要符合條件的話 最高是可以想要6%的現金回饋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再透過LINE購物消費的話 就可以再額外想要5% 最高你就可以想要11%的回饋 也是還蠻不錯的選擇喔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是在活動期間內消費 而你剛好又是一個手氣報表的人的話 你可以想要有回饋就會非常非常的高喔 因為在這個活動期間 你最高可以想要前面點到紅包1688的折抵之外呢 再加上剛剛前面跟大家分享過的點數兌換 1點最高可以想要3000點的LINEPOINT回饋 所以這樣子折抵下來 你最高可以折抵4688元喔 我個人覺得這個折抵金額真的非常非常之高 而且重點是它是沒有任何消費的門檻限制的喔 但是呢就算你今天沒有參加這些活動 你也可以想要開通LINE護照的50點的點數紅包 所以最少最少你都可以再額外想要50點的折抵喔 那前面有跟大家提過每一筆消費呢 你只能利用一個點數紅包去做折抵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說你最近剛好在網購上面有需要購買東西的話 在這個活動期間內呢 你可以想要的回饋以及折抵是最大的喔 那當然如果說你之後要再購物的話 也都可以透過LINE購物的方式呢 來讓自己每一筆的網購消費呢 都可以再額外獲得LINEPOINT的回饋 那如果說你今天不想要花錢的話 你一樣是可以獲得LINEPOINT的喔 你今天只要下載LINE購物並且開通你的LINE護照的話 就可以直接獲得3點的LINEPOINT回饋 接著呢你只要每一介紹一個人就可以再額外獲得5點的LINEPOINT 那每個人上限呢是100點 而且呢這些點數是直接回饋LINEPOINT給你 所以呢你也可以更靈活運用這些點數喔 那你呢除了可以獲得點數的回饋之外 你還可以想要免費的貼圖喔 他這次呢可以免費兌換的貼圖呢 是Sony奇尼的12星座的口頭禪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免費獲得LINEPOINT 又想要得到免費的貼圖的話 這次的活動絕對是一個最佳的時機喔 那我個人認為LINE購物這次推出的活動真的還算是蠻不錯的 因為不管是你今天要領紅包或者是開通 獲得到的點數紅包啊 都沒有任何門檻的限制 你又可以再額外獲得LINE購物以及信用卡回饋的疊價 所以如果說你最近剛好有東西是需要透過網購購買的話 或許你就可以透過LINE購物並且搭配這次的活動 享有更高一點的回饋囉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喜歡或訂閱我 記得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我每次上線影片喔 想要關注我更多生活動態的話 都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或是按讚粉絲專頁 也可以介紹會員觀看更多獨家資訊 還有未曝光的摸號區域虛擬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噗 我之前就已經有介紹過LINE購物 而且有非常多的觀眾啊 都推薦我說LINE購物真的很好用很好用 那我覺得LINE購物啊 他比較好用的一點就是他是直接回饋給你的LINEPOINT 所以你不需要額外去引出來說實在還蠻方便 而且這次有點數紅包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手氣非常好 可以抽到1688 其實我覺得很幸運耶 那我最後再跟你們講一個小PEP 就是前面剛剛不是有跟大家提到嗎 點數紅包啊 如果說你今天的訂單金額是小於點數紅包的金額的話 他一樣呢 在你消費完成之後會回饋給你點數喔 所以你不一定要消費到1688 你可能今天可以消費個500塊 然後如果說你自己比訂單真的有成功的話 他是會回饋1688的點數給你囉 是不是很讚 是不是先筆記起來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厲害 而且如果說你剛好有手氣爆棚 就你是超級歐皇的話 搞不好你又可以用一點換到3000點 直接限賺4688 我覺得很划算 而且這個也不是 有任何門檻 就是你只要有參加就有機會 也沒有說 有名額限制什麼都沒有 所以如果說你剛好最近 有想要使用LINE購物 或者是你最近想要利用導購平台 可是 之前又缺乏一點動力的話 我覺得這次的活動啊 可以讓你回饋最大化 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選擇喔 是一個人的選擇 我還是要去擺盡 誰可以做這次的選擇